那我們就正式來看一下 這一周我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跟各位稍微overview一下 我們這個整學期的課程的內容 大家會包含哪一些 這應該勾訴一次講完我們就可以下課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到實際上我們要針對這四大方向 principles,experiments,analysis,applications 這四大方向其實裡面有非常非常多東西要講 畢竟這個鏡環光其實也是一個蠻深的一門學問 那當然因為它其實是一個不停在update 不停在更新的一個技術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不見得我們這學期上完之後 它就是一個好像theory一樣這麼死 它其實會不停的被update 可能會過一陣子之後又有新的技術出來 又會有新的應用 那再請各位在事後如果有興趣的話 再持續去做一個follow up的一個動作 那真正principles 我們剛剛講其實我們會花很多時間去談到 除了這個交互作用跟硬體之外 我們其實會談到一個所謂 waveform跟imaging 就是在鏡環光裡面我們談到會有訊號的層面 它其實也可以達到所謂噪影的層面 就是有所謂這個我們稱作tomography或topography 一個叫做斷層影像 一個叫做表面的拓弧影像 就是問鳥說會陰居應該有類似的概念 好 所以這個是訊號跟image的方式 其實鏡環光都有類似的功能 只是說他們在這個鏡環光 在image的解析度上沒有像fmi那麼好 fmi我們解析度其實 anatomic來說可以到達submillimeter 就是0.5、0.6都做得到 但是在鏡環光上它的spatial resolution 大概就只有2到3個millimeter 這樣的一個spatial resolution 所以它其實會跟EG 我們在做這種所謂topoplat的時候 其實它的resolution是非常類似的 當然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從一開始這個 真的大家開始把這個nears 拿來做所謂function 就是功能性的一個研究的時候 大家就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拿來跟現有非常popular的這些技術 就是fmi以及EG 拿來做一些comparation 所以其實從大概96年開始 就陸陸續續有不少人當出來 就是跟fmi比較 跟EEG比較 那跟fmi比較 比較直覺 比較直觀 因為鏡環光在看的 也是類似像腦血流 或腦血癢 那我們說fmi裡面 各位如果有修過的 詞證論文科的話 就知道它看的是一個baud 就是所謂也是blood oxygenation 就是也是血癢濃度 一個level的一個概念 所以其實fmi跟ephanes 有非常類似的成分 只是它們所解析出來的東西 上面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在96年開始 大家最直覺就是拿來跟fmi做比較 那在後來也有人拿來跟EG 只是EG我們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neural activity 它是所謂神經 generate出來的這個電訊號 就是我們說action potential 產生之後這樣的一個電訊號 但是這個訊號其實跟我們後端所觀察到的血流變化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所以中間其實會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這個basis 或是我們說一個假說 就是所謂的neural vascular coupling 今天neural有activity或activation產生的時候 會induce這個下游的一個vascular response 就是我們說血管的一個反應 所以才會有一個所謂的這個baud 或是這個aveneus所看到的血癢的一個變化 所以他們必須要基於這樣的假設 你才能夠去把EG跟fmi放在一起來看 當然他們的timescale是完全不一樣 好,那實驗室期間我們剛剛已經稍微說過了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幾個不同的面向來做一個說明 那analysis部分也是從最基本的這個轉檔部分 那software package我們大概會用到兩套 我們的時間關鍵應該只能夠針對兩套來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就是現在已經developed 就是已經有GY介面的各位能夠透過這個click button的方式 或者是各位可以增加一些mine and modify 能夠去達到你想要分析一些目的 應該會有兩套來當作主軸 怎麼樣去做到所謂remove或reject這些biophysiological noise 以及怎麼樣去做到這個motion artifact的一個correction 去移除掉這一些在運動過程中的一個這個加硬的產生 那最後的applications我們會針對 就最後兩週了我們會針對不同的面向 包含neuralscience,neural的這個rehabilitation,behavioral science,muscle oxygenation 以及clinical applications去做一些比較gold through的一個survey 那當然各位在最後兩週的報告也是可以朝向這些我們常常在這個 不管是popmate上或是這個scalot globe上 比較容易看到一些applications的一個應用方向 大概就這幾大類 那你可以從中找找一些跟你自己研究比較相關的面向來做一個討論 好,所以這大概是我們課程地圖的一個部分 那applications這個東西各位稍微先有一個概念 它其實這個是popmate上的一個數據 大概從這個你看1976年其實就有很少的幾篇文章 但是一直到到接近2000年的時候這個文章才慢慢真的有一個 這個明顯地震的一個現象 當然就是在近十幾二十年的這個時間 它慢慢開始從硬體 就是開始從這個周邊的比如說 我們說看這個前臂的一些muscle 到看breast的image 到最後我們可以看這個brain image 慢慢開始從這個peripheral一直移動到這個 shift到我們所謂的這個neural system 裡面來看這個所謂的functional task的表現 所以其實它大概從就是2000年之後這個文章才慢慢開始 每一年不停地在做一個累加的動作 那截至目前為止大概也有上千篇的一個fnears的文章 我要強調這個 你會在search文章上有時候會看到nears 有時候你會看到前面一個f 就是functionalnears 它其實三話有那麼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你有時候去searchnears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很basic的 可能是有點像那種細胞分析的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基礎研究 但是它那個東西就沒有扯到所謂invivo的一個東西 那一般我們所提到functional 其實它是一個invivo 比如說養的代謝 肌肉的養代謝 brain的一個activation 所以通常我們在 至少在這堂課裡面 我所強調的是一個functionalnear-invariable 這個spectral scomi這樣的一個類別 那當然我剛剛說它其實會跟這兩個比較 當然沒得比 fmi從這個很早開始developed之後 到現在已經累計了 這已經15萬的文章 這是非常可怕的 那這其實也是為什麼 在fnears開始shift到brain activation研究上的時候 大家都會拿它跟fmi做比較 因為fmi其實somehow已經是一個goal standard 就是我們說在研究brain activation上的一個goal standard 那當然在做肌肉研究上好像 應該沒有人拿fmi來做吧 好像沒有 那當然eeg也是一樣 eeg它的developed更早 你看這個開始時間點 fmi大概1980開始有些文章 但是這個eeg其實非常非常早 從1945就有一些文章 而且是累積至今 當然它雖然發展的比fmi還早 但是還沒有堆積到像它這麼多的書 大概只有8萬多篇的一個文章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大家都會好奇 這三個東西就是我們目前在拿來做 所謂brain activation 或是brain study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力氣 那當然如果說要拿來做這個perebral study的話 fnears或者是eeg 就是emg可能還是主力 ok 好 那針對這個fnears裡面 其實它的不同兩大領域 就是我們說 假設我搜尋的關鍵字是brain brain可能都包含了你的這個neuron size neuron rehabilitation 或者我們剛剛提到的bci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原機介面 其實都涵蓋在這個裡面了 那以這個類別去看的話 其實它在這個十幾二十年裡面 其實大概也有1000多篇的文章 那如果是muscle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文章其實也並沒有比brain少 其實反而還更多 所以其實fnears它在應用的過程中 其實它可以去target很多不同的領域的一個研究 那它的基本原因其實都類似 那你的實驗設計 其實會dependent on你的目的 會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好 所以如果各位對這個fnears有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功能上的了解之後 我們稍微再detail一點來看 它跟這個我們剛剛提到的EG 或者我們有時候說是這個 腦電跟腦磁 因為我們是magnetic的那個字頭 腦電或腦磁 以及跟fmi的比較 他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都有一個common sense 就是針對neuron science來說 其實他們很類似 他們都在看brain 當然如果你要說muscle的話 可能就是只有fnears做得到 但是我們先鎖定在neuron science上 就是brain incubation上 這三樣東西 你看fnears的這個黑人 跟這個EG的這個白人 好像好像在歧視膚色 這個EG 你看他們用的cap其實非常像 實際上他們根本就是同一種cap 都是有彈性的那種不織布 那他們的這個electro的安排方式 就是我們說這個通道的安排方式 其實也都是follow同一套的國際標準 就是我們所謂的1020 或者我們有時候說更密一點的 128ch520 這樣的一個international system 來擺放 所以如果你有做過EG 你就會聽過什麼fp1 fp2 你有聽過cz c3 這個c5 c6 什麼之類的 它都是follow同樣的一個擺放方式 ok 那follow同樣的擺放方式 就是我們說深度上也很像 所以他們其實會沿用類似一個system 那同樣一個system的好處是 當你要做所謂simultaneous 就是同步去收EG跟MDS的時候 也比較容易去做一個位置上的安排 我們看一下他們各自的優缺點 這個我標紅色的應該是指它的好處 應該是它的好處 所以比如說像EG 這個你有用過的人知道 它其實是在這三套儀器裡面 最高頻的 最這個high sampling frequency的一個儀器 那當然原因是因為它的這整個概念 其實是收一個電訊號 它看的是一個neural activity 所以它可以從這個最低250Hz到最高2000Hz不等 它都能夠去觀察這個 所謂neural所produced的一些 這個electoral的訊號 所以我們在觀察的標題其實是一個neural activity 但是後面的fmi跟f-near 其實在看的都是所謂一個是bought signal 就是我們所講的這個blood oxygenation label dependent signal 以及hemoglobin的oxygenation 都跟血氧有關係 都跟血流有關係 那但是這兩個雖然看的標題是類似的 但他們其實解析出來的東西 是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這要在後面課程才跟各位講 那在這個時間的一個解析 解析力上其實也不太一樣 F-near其實一般來說 以用這個大概16到20個channel這樣的概念來講 它所能夠達到的一個temporary solution 大概是從6到10Hz不等 但是fmi它通常都是一個whole brain cover整個brain 從superficial cortex一直到deep brain的一個 這個皮質我們都能夠看得到 所以它在空間上不受深層淺層的一個限制 有很高的一個空間解析度 雖然說高大概也是2到3個mm 其實也沒有真的到非常高 就是functional study 但是它的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ecoxycover這麼多 那它的原理又是要靠所會spin的一個relation 所以它的這個在時間上解析力 大概都是要落在0.25Hz左右 所以它的這個取樣頻率是相較於我們剛剛說6到10Hz 又低非常多 但是somehow對於血流變化來說 其實它不是像mure activity一樣 變動這麼大的一個訊號 它的平台也沒這麼寬 所以其實fmi它目前為止還是被用得很好 還是被用作gold standard不是沒有原因的 那我剛才說我們其實在觀看的標的 EG跟F-nears其實都是針對superficial cortex 那一些比較deep brain的東西 其實EG不是完全不能看 只是它需要透過一些後端的 我們稱作source modeling 或是source localization 就是我們要去推估這個電訊號 可能是來自於深層cortex來 甚至所generate 我們才能夠去guess 去estimate 其實它是來自於deep cortex的一個訊號 但是這個有它technic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一般還是會說 generate它其實是來自於superficial cortex的一個電訊號 那當然F-nears 有介於這個鏡紅外光本身燃量比較弱 它的穿透深度 在腦組織裡面穿行距離 大概也是 穿透深度大概也是2到3公分 所以它其實能看到也是一些superficial cortex 那一樣如果你用在這個肌肉上的話 其它的穿行程度大概也是類似 會再多一點點 因為這個我們說看marcel它都是soft tissue 跟brain會經過一個頭殼是不太一樣的 吸收器就是不一樣的 稍微多一點但是差不多也是這樣 不過當然反過來說就是除非這個人很胖 或者你要看marcel也不見得到這麼深 那再來是這個FMRI我們剛剛說它其實就是都可以 那只是說他們除了這個我們剛剛所提到的對象 以及這個深度問題之外 他們其實在這個整個實驗的環境上 限制上也完全不一樣 FMRI各位都知道它就是一個到躺進去的一個機器 所以它一定是一個close environment 而且說實在從頭到尾的實驗過程中 頭都一定要維持一個fixation的一個位置 就是你的頭一定是被固定住 是被一個coil給包住的 所以你這個頭是沒有辦法在過程中 比如說一個運動 或是任何周邊的運動 導致有個身體或是head的一個motion 都是會對你一個image的效率造成一個很大的影響 所以它是一個close environment 它要求的是一個supply 通常都是躺姿 而且fix head position的一個環境 而且它又多了一個所謂magnetic 高磁場的一個限制 當這個patient通常都會 如果deal with一個高磷的病患的時候 他可能都有支架 可能都有pastemaker 可能都會有這個打鋼釘什麼之類的 有種種這些可能性 甚至是假牙 這些都會可能是潛在 沒有辦法進入這個mri高磁場環境的一個因素 所以它會有這一個pasture跟magnetic的一個限制 但是相對來說 eeg meeg其實也有 只有eeg沒有 meeg其實它也是類似像fmri 它被dink在那邊 它是用採坐姿的方式 但是eeg跟fneas 其實它們都是一個open environment 早期的eeg 也是要接一堆線 但是現在新一代的eeg 其實也會跟我們之後看到fneas 它可以像是一個 好像20小時的一個清電圖的hotel一樣 你可以背在身上 所以它也可以很輕巧 它也可以到處走 也用無線傳出的方式來記錄這個訊號 所以在 如果各位感興趣的是一個開放空間的 比如說social interaction 你今天希望它做的是一個 我們兩個人 好像在做一個 比如說我train你其中一個收拾者 叫他對另外一個人說謊 另外一個人要去guess 他有沒有在對我說謊 所以這種social interaction 不太可能在兩台fmr裡面做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可以在一個open環境 用eeg或fneas 同步去做一個搜尋的動作是可以的 OK 所以open environment 除了我們剛剛說這種social interaction之外 當然就是指摩托一些task 比如說走路 這種全身性能運動當然就只有在eeg或fneas裡面是可以做的到 在成本上也完全不一樣 這個mri一台從五千萬到一億不等 那這個eeg一台大概是 從一百五到三百不等看你的channel數 那fneas大概是從一百五到 它其實貴的也有到千萬 就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範圍 那當然我們剛剛說它最大好處 其實它是high spatial resolution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所謂的 high tissue contrast 它能夠很清楚的告訴你 我現在看的是cortex 還是whimator 還是csf 還是其他的tissue 但是fneas跟eeg的理論上 它沒有辦法告訴你這樣質詢 你只能guess 可能是來自於cortex 跟其他會有一些干擾 就是一些假設上不一樣的地方 那eeg跟fneas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eeg它看的是一個電的訊號 所以你很多的一些 生理上產生的一些 electric的一些noise 都會被record進來 比如說 當cortex在實驗過程中講話 如果你要執行的是一個 邊走路邊回答問題的這種動作 eeg 就不是一個很適合的選項 因為你的這個facial muscle 的一個運動 當我在說話的時候 這樣的一個電訊話 都會被你這個貼在頭皮上的 這些electro一併給record進去 但是fneas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些比較偏向電這個方面的 一些生理雜訊 其實在這個平帶很寬的 這個eeg裡面 其實會是另外一個potential problem 當然fneas還是會有 它可能的motion artifact 只是隨著這個儀器developer的進步 儀器又輕巧 motion所造成的 artifact 其實相對來說會減輕非常多 所以這大概是一個general概念 讓各位稍微知道說 其實現行只要你做的是neuralscience neural rehabilitation 或者你做的是bci腦機界面 其實這三大這個modality 各位都應該要有一個基本concent 為什麼要用這一套 為什麼不用那一套 別人always告訴你說 其實你這一套跟別套 又有什麼差別 你會需要一些general文 這個concent 所以這個所謂這個multimodel comparison 就是像我剛剛說 從九六年開始 你會看到這幾篇文章 其實都是fmi跟fneas 就是我們說這邊有一個brain activity 用這個mi 這個就是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跟neurinfarious spectrum scalpy這樣的一個東西 來做一個比較 那錄錄續續也都有 那他們其實會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其實這個 如果你今天讓受制者做一個單純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好像是finger lifting 還是finger tapping 你們忘記了 做一個單手的一個運動 做一個單手運動 我去看它同側跟對側的 這個brain的一個mortocortex 它的一個表現量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一條線 這邊有一條淺淺的線 各位應該看得到 這個是我們切的一個 切這個mri image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這樣一刀切下去 你看到image是長這樣 OK,是這一刀 那我們在這個位置上去觀察這個 fmi上面所record到 我們剛剛提到bought的signal 同樣我們也在這個mri裡面 simultaneously去record 這一個鏡頭暗光的一個訊號 怎麼做 你在這個表面上去貼 就是source跟detector 就是鏡頭暗光需要的source跟detector 是放四個channel在上面 四個channel在上面 其實應該是四組optos 就是四條光線 但是你看到是兩個channel 就是這個大圓圈兩個channel 所以你看到這個 這個上面現在這個標紅色的 這個顏色其實指的是fmi 它經過分析之後 所看到的brain activation 我當我在執行這個 所謂finger lifting 或是finger tapping 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對側的cortex contralateral 這個cortex 看到一個顯著火化區域在這邊 而這個區域 剛好會跟我們這個用 這個functional near 所看到的這個寫流signal 或是我們說image的位置是overlap 也就是我們在看同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我們從fmi上所得到的 一個board訊號的變化 跟我用f-nears 所得到的這個oxygenation 的一個wave point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所以下面這一排 你所看到的是一個board 就是fmi所recode下來的一個訊號 它就是一個block design 所以block design就是同一個 實驗次機 我讓它repeat做幾個block 來增加它的一個asen化 跟它的一個power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repeat 然後去做一個休息 然後手指運動 休息 手指運動 休息 手指運動 總共做了六次 repeat六次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每一個做運動這個地方 做一個average 我們稱作block average的signal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這個average 出來告訴你就是 當我開始讓它做手指運動的時候 這個寫流訊號會有一個上升的現象 代表一個activation 那同樣的在這個位置上 就是我們去看fneas所recode到的訊號 fneas跟fmi最大的差別是 它可以解析出所謂的去氧跟含氧 所以有所謂的deoxyhemoglobin 跟oxyhemoglobin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contralator 對策這個訊號上 你可以看到它的deoxyhemoglobin去下降 oxyhemoglobin去上升 代表一個局部對於氧的一個需求量增加 所以這個心跳 或是這個local的一個上游的小動脈 會有一個所謂facial response 來彌補這件事 來補償這件事 提供一個更多的氧氣 進入到這個威脅觀光裡面 那在這個同色 epicyletal的mortocode上 也會有變化 只是它這個變化 上升的趨勢 跟下降的趨勢 會相較於對上來說 小很多 那這是符合我們說的交叉一個概念 那這樣一概念起 你就會發現 其實它所得到的這個訊號 在fneas跟fmr裡面 其實是comparable 你都能夠藉由這兩套技術 去還原出所謂的activation pattern 就是oxygenation blood oxygenation 的一個activation pattern 只是商號 其實在這個fmr的造影過程中 其實我們會知道 一般啦 其實這個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定論 只是目前大家比較能接受的一個想法 是說 在fmr裡面 為什麼bott的訊號會有改變 是因為磁場不均勻 這個磁場不均勻 主要是來自於theoxyhemocovine 它本身是一種 我們說paramagnetic的一個特性 就是它是一個逆磁性的 當這個局部的deoxyhemocovine 增加的時候 會導致磁場的不均勻度提升 導致fmr的訊號下降 所以反過來 當我這個局部的deoxyhemocovine 是下降的時候 我會在fmr上看到一個bott signal的上升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reverse的關係 它是一個inverse的關係 就是告訴你說其實是 我真正在fmr上所看到是一個deoxyhemocovine的下降 所produce出來的一個bott signal的上升 不是像我那麼直觀想說 activation就是oxyhemocovine的增加 它是不同的兩件事情 只是一般我們所提的 所謂典型的activation pattern 就是來自於一個deoxyhemocovine的decrease 以及這個increase of oxyhemocovine 所以這兩件事情如果同時發生 其實我們所看到bott signal 應該就是compatible 那當然我們說在比較後來 大概2000年左右開始 就會有一些eeg跟fmr的一個比較 就是一個是neur activity 一個是blooded oxygenation 也會拿來做比較 所以這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在2002年 英諾意味覺的一篇文章 再看一個所謂outboard的一個實驗 outboard的實驗 就是一個出現一個 就是一個aero detection的一個實驗 當我們今天一直在聽一些規律的聲音 比如說同樣一個平帶的聲音 突然出現一個異音 比如說頻率不一樣 特別尖銳 或者是這個聲音不太一樣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的brand 會有一個auto detection的一個機制 它會自動對於這個所謂 異音 就是一個不一樣的這個outboard 就是一個奇怪的聲音 或是一個外來物 我們在brand裡面會有一個 雖然你沒有感覺 但是你的brand裡面會有一個 這個我們稱作p300 就是在EEG裡面 neural activity我們稱作p300 所謂p300是指說 當這個聲音出現之後的300ms 會出現一個positive的一個erp 這個可能是 EEG的同學比較清楚 就是event related的一個potential 你會看到有這樣的一個peak出現 所以你看這個零點 就是出現一個奇怪的聲音的時候 在300ms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在pz 就是我們說在parietal正中央的一個位置 你會看到一個所謂p300的一個erp 好 那同樣的我們會好奇說 如果我們在同步 除了收這個pz的EEG之外 我們同時也去涵蓋整個parietal的一個region 去看它的一個血樣 就是用fns去看的話 我們會不會看到 類似一個beton 那結論當然是 在這邊我告訴你說 其實會有一個relevant的一個事件出現 當然這個事件出現 我們剛剛說過 neural activity很快 從數十個minisecond到數百個minisecond 就會完成這個事件的 這個induce跟這個stop 就是回復到原本的一個狀態 就是我們說的去極化 跟這個再極化的一個動作 但是在fns裡面 我們說血流變化 大概都是一個2到5秒的一個transition time 當作是它的一個變化的一個頻率 大概2到5秒 它才會從一個baseline 一直increase到一個 我們說一個saturation的狀態 或是一個我們說高點 就是maxima peak的一個位置 所以一樣在0點 雖然要聽到的聲音 這個軸是不一樣的 這邊是minisecond的單位 這邊是以second為單位 雖然在300minisecond 另外activity就有變化了 但是在血流變化上大概是 你看到這邊是可能十幾個 這個不一樣 它這個是在5秒的時候 是stimulus下去的時候 所以它這個軸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0代表刺激下去的時候 但這邊是5秒的時候 才是刺激下去的時候 所以大概在7秒左右的時間 才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 寫得增加到最高點的一個現象 但是這兩件事情是 就是correspondence 就是它們是互相有關係 所以這個大概是其中一個例子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那有沒有那種我們稱作這個 非常複雜的文章就是 FMI FNIRS EEG一起收的文章 在最近這幾年也出現這種 就是某個單位可能特別有錢 它三套都有 它就全部一起收 那還有更有錢的單位 是把TMS也加進來 所以它總共就是 FMI FNIRS EEG跟這個TMS 就是穿爐刺激 全部一起加進來 來看這個所有 所有這個關於電訊號的刺激 就是neural activity neural stimulation 以及這個所謂BOLD的一個變化 或是我們說Blood oxygenation 的一個變化 通通把它綜合在一起 希望通過不同的這個 所謂Multi Modality的一個 Aquisition 去看針對同樣BOLD的一個事件 他們從一個neural 到血管的Facial Response Fascular的一個Response 會有什麼樣不同層面上的表現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我們在後面幾周 會有機會提到更細節的一些 這只是勾輸一次 我們之後 細節看了之後 我們再來談裡面的機轉 那大家先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這個所謂的 這個鏡紅外光 為什麼它稱作鏡紅外光 就是因為它在光譜上面 其實所使用的這個WaveLanes 我們所使用的光源的WaveLanes 其實是落在這個紅光以外 我們稱作neural infrared 我們應該可見光在這裡 OK 那我們既然提到所謂的functional 或提到所謂的blank adaptation 或者我們提到所謂的oxygenation 的時候就表示我們感興趣的東西 其實是針對hemoglobin 那hemoglobin我們剛剛已經提過 它其實分為所謂oxyhemoglobin 跟deoxyhemoglobin 這兩個東西如果我們要看到 他們一定要在某一些 特別的性質上 有些不一樣 才能夠去提供所謂的contrast 就是對比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 到底現在這個情況下 是誰多 是誰少 所以在整個頻譜的一個吸收器數上 你會發現 這兩個就是我們說藍線是這個 沒有寫O的就代表它是一個deoxyhemoglobin 那有的時候這個大家會寫HBR 也是指deoxyhemoglobin HBO或是HBO2 指都是oxyhemoglobin 這兩條曲線其實他們在這個 800m的前跟後 前跟後其實他們會有一個 這個absorption coefficient的一個交叉 會有交叉 那我們說我們今天想要透過這個 鏡頭彎光來去解析出 這兩個成分的一個濃度的話 你可以想像他們是一個linear combination 線性混合的關係 所以像我們以前在解這個 所謂限定方程式一樣 如果你想要去看到 這個HBO2或是HB或是HBR 他們的一個concentration 就是一個濃度 通常用這個micromolar當作單位 非常非常小的一個單位 10的-6次方micromolar 你想要知道他們在這個 任何一個位置上 特定一個位置上 它的一個濃度的話 你就必須要用兩個不同的波長 來做量測 那BASA兩個不同波長 他們各自這兩種不同的HB所擁有的 前面這個Epsilon 就是一個所謂的absorption coefficient 不同波長底下的這個吸收常數 我們可以把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以支的一個coification 就是透過一個invitro使用 我們已經知道了 那我們可以去針對兩個 所得到的一個訊號量測量 去還原出 到底這個oxyhemoglobin 以及deoxyhemoglobin 他們的一個concentration in micromolar是怎樣的一個素質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contrast來源之外 我們要了解它的一個spatial distribution 概念上來說 這個它一個distribution 其實是一個 你沒有辦法去predict的一個diffusive motion 所謂一個擴散型的 到處亂跑的一個motion 那會這樣走的原因 大概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非常弱的一個光子 如果你今天是像X-ray 大家在臨床上去照一個chess的X-ray 大家都知道我今天就是貼整個板子 後面一台X-1的光管 打在我身上之後 就能夠在前面的這個 這個我們說底片 或是說這個 Digital的一個sensor上面 成像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知道X-ray光是很強 所以它都走直線 它會直接穿過你的組織 只是它一樣會被attenuation 就是它會一樣會出現這個 所謂摔緊的現象 你今天經過組織越dance 你今天所看到的這個感光的成分就越弱 那就表示它可能是bomb 可能是比較dance的issue 如果你今天經過是lum 可能就是都是空氣 所以它可能就沒有什麼被摔緊 所以我們是用所謂的attenuation coefficient 來做所謂X-ray的contrast 但是我們剛剛說在靜環光裡面 是靠hp的這個absorption coefficient 是不一樣的 那再回到剛剛的議題 實際上X-ray走直線 但是靜環光因為它太弱了 它就好像一台開不快的一台車 所以它在路上撞到誰都會被彈飛 所以它always發生就是scattering 這個scattering一個event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實際上在做的事情像這樣 假設今天是一個光源的emeter 它是從這邊入射到brain tissue裡面 它一進來之後 很快的它可能就會撞到一個 我們描述的微觀點 比如說一個小例子 一個t-shirt的小例子 它一撞到它 比如說我們放大一點花在這邊好了 它一撞到一個particle 或者說我們撞到一個local tissue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把人家彈飛 它也沒有辦法穿過人家 它只能怎麼樣 它只能被撞飛 就是發生一個所謂 有一個角度的scattering的一個現象 一定會發生這種現象 所以它真的很弱 所以它在組織裡面 會不停不停地一直發生這種現象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路徑 其實就會一直經過各式各樣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pd的一個路徑 它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然後最後如果你在這邊有detector 去收到它的話 它才有機會去離開這個t-shirt裡面回來 當然這個東西你會發現 它其實以它的畫法 它是一個 我們說它是一個半月型 或是我們稱作belanda shape 那你會發現它上面顏色其實是由深到淺 它是一個probability map 機率的圖形 其實它不代表 這個任何一個光子進去 就一定會走這個 這條路徑 而是我說 當我今天有個前提 我的光子是從這裡入射 我的光子從這裡離開t-shirt的時候 它可能走過的路徑 會像這個belanda shape的一個分布 就是最有可能就是落在 這個中間這個比較dense的位置上 所以我們通常會假設說 其實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個 今天所看到的一個brain activation的來源 其實就是落在最重要的打叉叉的這個位置 這個焦點上其實是我們認為 我們用這個一個source跟一個detector 我們所看到的一個activation的位置 是來自於這裡 所以你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今天去移動我這個detector的位置 或移動我這個emitter 或是我們有時候稱作source的一個位置 其實你所看到的這個equipation位置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 我今天把這個detector移到這邊來 那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光子 穿行路徑可能就在這裡 所以我今天所看到的equipation 可能就落在這個地方上 所以各位偶爾要記得 source跟detector pair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source在哪 一半重要 detector哪一半重要 但是source跟detector的這個pair 怎麼去配對的 才是去決定 我們最後在看的是哪裡的這件事情 OK 那當然因為它今天所走的 是這種所謂diffusive的一個model 所以我們對於它的一個spatial resolution 沒有辦法去做到100%的一個解析 所以我們才來說 它一般的這個resolution 就是從2到3mm不等 spatial resolution 那它的穿行的這個距離 大概也是2到3mm 那在深 你可以想像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剛剛提到的 已經不只是有這個散射發生 一定也有所謂吸收發生 當我今天經過太多次的散射 或是我今天穿行路徑太長的時候 很有可能它會直接被 組織給衰減掉 這個光就沒有辦法離開這個T恤 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這個 這個穿行的距離很重要 it always matters 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先記得 你要有機會讓光子 離開這個T恤 才有可能去量測到 它經過路徑裡面的information 如果這個光子進去不出來 我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它一進去就出來 大家就會說 欸那我沒有問題喔 把我這個detector放在這裡好了 detector放這裡 那它可能一進去就出來 你可以想它走可能是一個回散射 回散射一個路徑 那表示它根本就還沒到cortex 還沒被cortex裡面的hemoglobin給absorb 它就已經離開了這個頭皮表面 那等於是 雖然有這個電壓的改變 但是沒有任何的這個 這個我們說有意義的一個information在裡面 好 所以各位可以稍微知道一下這個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整個這個 鏡頭光儀器的一個發展 我們現在只是看圖說故事而已 我們先不要 呦講太detail 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個鏡頭光儀器分成兩大類 一大類我們姑且稱之為這個 Portable Portable 像這種size 放在桌上一個box 我們稱作Portable 還OK 但你看到這種像一個cart 我們就像一個這個 一個車子一樣 這個一個推車一樣 這種東西你叫做Portable 實在是有點堅強 我們就稱作Moveable 它是可以推得動的 它是可以推得動的 那當然defail到現在其實已經進入到一個所謂 Wearable 它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 這麼輕巧一個盒子就只有300公克 這麼輕巧一個盒子 所以其實這個儀器的大小 當然有它的原因 比如說早期為什麼都要做這麼大的機台 是因為它的source 都是使用所謂的laser source 所以它有一個很強的laser generator 它必須還要經過一些像過去可能都有一個分光的動作 switch的動作 所以它中間會有一些介面卡 會有一些分光鏡的一些配備在裡面 所以它會導致整個硬體變得很大的台 像這個地方 這個主機 這整個主機就是它的source跟detector 所以它裡面有它的power 有它的這個分光鏡的一些東西 有它的switcher 有它的這個接收detector 以及這個電壓轉換的東西 所以它這裡面是整個一個非常大的一個box 那到後來其實你可以濃縮到像這樣一個size 這個size大概是 大概長什麼 像什麼樣子 大概像notebook 你多一個五六台的一個厚度 你不要拿輕捕 像那種一般的五六台的一個厚度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size 那只是像這樣一台大概也不輕 大概是一到三公斤不等 一到三公斤不等 那再來就是 在早期 其實我們所使用的是所謂的laser 所以我們要去引導這個光的時候 我們都只能用所謂的光纖 光纖 那這個optical fiber 它就有它所謂管鏡的問題 那這個為了要有足夠的光通量 其實從三公斤到 不是 從三公斤到 對 是三公斤到五公斤不等 就是一條光纖的這個管鏡 大概只要三到五公斤 所以你可以想像 如果今天這個 你看這個黑黑的這個其實就是一束光纖 裡面可能有三十幾條光纖 那這個每一條光纖其實它 拉長之後其實它都還蠻重 都還蠻重 所以這整個東西為什麼要設計一個吊背 是因為它要去承受這一個光纖的重要 不要讓這個 假的它接到人家頭上 那個頭就好像被壓得脖子很不舒服 所以這個其實在早期設置上 有它很多的later source的問題 這個光纖這個本身的重量問題 甚至光纖本身不能去折 不能去凹 不能去隨便捆在一起 它必須要有一個很完整的保護機制 就是整個吊背 確定它是一個展開 而且不會去折到的一個機構 所以這個早期的兩台 不管是這個 我們說NIRS 這個公司所產生出來的Dynome System 或是現在這個市面上 還是可以看得到的 這台已經停產 那這台其實市面上也看得到 這個是Hitachi的一個ETG系列 它從4000推到現在已經7000還是8000 一直在出 那目前市面上好像只有這一台 是有經過FDA認證 它是可以被應用在 臨床的一個診斷 診斷上面 只有這一台是可以的 那其他的其實都還停留在 Study 或是我們說LAB的一個Experiment的一個FDA 就是你整容在實驗上面 是你不能去詮證它的一個診斷 或是一個療效的一個這個部分 那相對來說 這台也是所有裡面價格最貴的 它就是破千萬的那一台 但是其實這個做過的金融光硬體的人都知道 其實成本大概就是數十萬到最多一百萬不等 所以它其實這個是賺很兇 可是因為它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去做 你可以去查這個型號 Hitachi的這個ETG 它有非常多的文章 Hitachi其實找了很多人力去做 這個Scientist的一些研發 去做這個FDA的Approve 因為FDA是一個非常難申請的認證 那其他的像ISS它也是日本公司 只是它也沒有FDA認證 那NRX是美國公司 但是它也分別 所以這個從大機台到小機台 有很多人其實還是中愛大機台 因為它認為Laser Source 還是最可靠的一個Power Source 但是進入到現在所謂Wearable的時候 你看它其實都是像電極線一樣 因為它其實現在用的是所謂的LED 就是我們一般在講那個 壽命很長發光很強的LED 它要把鏡環框的光源從Laser轉移到LED的設計上 所以它可以改用電極線的方式 然後用排線的方式 你看剛剛這是一整數喔 現在只要一條排線 就可以去整合8到16條的一個光源 或是一個Detect的一個強度 那當然這個電極線本身就非常非常輕巧 你可以掛在它的頭上 但是它脖子不會酸 不會有那種這個 因為很重 容易導致你可以想到一個很重的東西放在你頭上 當我今天在做運動的時候 比如說我不小心頭動了一下 很容易會有一個所謂的這個 這個Detector表面跟這個頭皮表面的一個shift 就是我們說這個Sculpt跟這個Opto的一個shift 這是當東西很重的時候會這樣 但是如果它是一個很輕巧的東西 你只要扣上去了 你只要黏上去了 其實你怎麼動它就會跟著你行動 所以這整個在演化過程上 你會發現一些過去常見的一些問題 可能在新型代理器上比較就不容易出現 過去不能做的實驗 後來可以做 我們舉個例子來說像 這個Walking 你看早期這一台 就是我剛剛說ETG的這一台 這個其實 最近研究還看得到這種圖片 當我們今天要做一個Walking的一個Task的時候 你看它就很辛苦喔 這個頭上接了一個 就是我們說是 你看這個紅色代表是它的這個Emitter 就是Source 那我們這個白色圈圈就代表是它的這個接收Detector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8x8的一個設計 那右邊這套儀器也是 也是Bug Source跟Bug Detector 也是8x8 同樣都是8x8 但是左邊這一台Size這麼大 右邊這一台小到 我們可以放到一個包包椅 還加上一台筆墊 這個Size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 早期在做這個Walking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到 這個 它邊走 儀器要跟著推 然後還有一個人去扶住這個吊臂 因為這個 吊臂其實會晃 它其實很重 所以你要有人抓到這個吊臂去走 然後這個 後面有一台車子要跟著推 所以是非常辛苦的 那按照我們過去的經驗 因為這個吊臂實際上 它本身在移動過程中 也會有晃動的現象 所以你會有很多的Motion Artifacts 來自於這個吊臂的晃動 吊臂的晃動 那 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當你今天頭上有這麼重的東西的時候 或是這個 這個失策的告訴你說 你頭上的光纖一條就要好幾萬 今天你要小心走 不要這個 弄斷了之後 你就可以想像到 其實這個收拾在整個過程中 它的固態 一定不會跟它 什麼東西都沒有在頭上的時候 走得那麼輕鬆那麼自在 所以其實像這樣的一個行程 除了麻煩 除了產生額外的Motion Artifact之外 它所 這個 這個 因為儀器所導致的一個環境限制 會讓你對於這個Data的表現上 會打一個折扣 你會覺得雖然你說這是它的一個FREE WALK 它的一個NORMAL PASS的WALK 但是 大家都知道它其實被 後面脫了一頭拉股的東西 甚至一堆人都在後面跟著它走 一定會 這樣貓怪怪的 甚至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今天要 這個 帶著這個東西 騎腳踏車 那應該就很瘋狂了 所以 在這個年代裡面 好像大家最多就是做到走路 就做到走路 那當然 另外一批比較省事的 你就是走在 Tradamil 走在這個 跑步機上 這樣後面的人就不用跟著推 就是你走到跑步機上就掉好了 那 在這個整個跑步機上面 會有一個掉背去掛的這個 這個框線 但是還是會有一樣的問題 因為你在走的過程中 頭還是會晃 所以 產生的這一些SHIT 還是會 很明顯 所以這是後面這一代的一個做法 所以 儀器的一個進步 其實會讓我們 對於這個空間的限制 就是慢慢被解放開 早期 最早這套儀器 大家宣稱 近環光沒有Special Limitation的時候 大家都不信 大家都說 還是不能做 到了這一代的時候 大家才相信 這個 所謂Special Limitation已經被解除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其中 就是彥琦做的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說 所謂的這個Walking Door Task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現在不只可以讓它 邊走路 我們可以讓它邊走路 比如說 邊心算 邊講話 或是邊走路 手上邊拿一個水杯或水瓶 保持它的平衡 我們可以做到這麼複雜的一個運動 那當然是因為整個環境 都是這麼的開放 跟這麼輕巧 不會去影響到 比如說你這個後面 這個背包 其實偷偷來說 它只有一公斤 所以這樣一個一公斤的背包 其實並不會影響到 它手上去做一個 水杯平衡的一個動作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就是你可以看到 這個WCT就是指說 你邊走路邊心算 那WMT就是指說 你邊走路邊 保持水杯平衡 這樣一個動作 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Frontal 在我們說 Remoter跟SMA 其他整個活化的配合 都不一樣 那當然是背後有一些 不同的Model來做解釋 只是各位先有一個概念 所以它可以解開這些限制之後 你可以多做很多 有趣的一個實驗 那之後 課程裡面 我們也會有機會看到 甚至有人把它拿來做 跟化妝品相關的一個實驗 你可以在開放環境裡面 讓搜紙者去擦不同的化妝品 然後去聞那個味道 去體驗說 去讓它在這個體驗過程中 看看它的Brand Incubation 會不會去反映出 它對於這個化妝品 喜歡或不喜歡 或是對於它的一個真實的感覺 反正都是很不一樣的一些東西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實際上 在Alpneus裡面 可以去解析所謂的這個 Oxy-Hemoglobin 跟Deoxy-Hemoglobin 解析這兩個東西 能夠帶來什麼額外的資訊 這是一個例子 舉個例子來說 這一樣是一個 單純的一個 這個 右手 右手的一個運動 那這個右手的運動 你會看到 它其實會induce 在左側 這個其實是Alpneus 我們已經做到 所謂Tomal Graph 就是斷層影像 只是它一樣是停留在 Superficial Cordae上的一個斷層影像 我們可以看到 其它活化區域就是落在 就是這個 我們已經翻過來 就是左邊左邊 右邊是右邊 所以我們做右手運動的時候 一樣可以看到 在左側的Motor Cordae上 會看到有一個 蠻明顯的 一個Correlation出現 而這個Correlation 實際上是一個 正相關 這個虛線 就是我們剛剛 這個實驗所給予的 Block Design 設計 就是它應該在這個 時間點上 我們運氣會有一個 血流的變化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結束之後 再回到一個Baseline 所以在這個Case裡面 紅色線都是Oxy-Hemoglobin 藍色線都是Diox-Hemoglobin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前面 比較靠前側 就是我們說的Primary Motor 然後比較靠旁邊 就是Lator這個區 就是手動的一個位置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Oxy-Hemoglobin 符合這個Block Design 的設計 而Diox-Hemoglobin 是一個 相反的一個 表現量 那在它比較後面一點 就是在剛剛這個位置 的後面一點 其實我們會看到一個 我們說的Anti-Correlation 就是我們有時候說的 Negative Correlation 它是一個 相反的現象 你看它就是 不管是Oxy或Diox-Hemoglobin 都是一個 在運動過程中 往下掉的一個現象 那這件事情 其實在生理上 是有它的意義 因為我們知道說 在整個這個 腦部的 這個 所謂血流供應上 其實它都會有 所謂的腦血管的供應 那Sensory Multi-Correlation 其實都來自於 同一條就是MCA的 這個M9跟M10 這兩條分支的供應 那理論上來說 你可以想像 今天就好像一個 河流 或是我們說 一條水管 水管要分成兩條下流的水管 其中一個水管 如果把水開得很大 另外一條水管 在打開的時候 它可能這個 因為總水量不變的 一個情況下 它可能得到一個 水流就會變小 我們有時候稱作 是一個 Blood Stealing 的一個現象 就是 好像是一個 血背另外一邊 需要大量 這個腦區 給偷走一樣 像這樣一個現象 那 這個其實你在 FMI裡面 理論上你是看不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說 FMI的 Bolt Signal 其實在某種程度 是一個 Anti-correlated to Deoxy Hemoglobin的變化 當Dioxy Hemoglobin下降 Bolt Signal就會上升 所以 以這兩個例子來說 你可以想看到 為什麼我們在FMI裡面 常常會講 所謂 Sensory Mortar Cortes 都會在運動過程中活化 那可能是因為 他們所看到的 Deoxy Hemoglobin都是下降 反之 它的Bolt行為 其實都是一個上升 所以是一個類似的表現 但是 其實 它才是一個典型活化 它是一個總顯量 因為Ox 跟Deoxy Hemoglobin 都下降 所以它是一個 Total Hemoglobin下降 總顯量的一個下降 所以這樣的一個機轉 會告訴你 其實這是來自於 不同的一個 Fascual response 這是在概念上 不同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 我們第一個要問的問題 為什麼 我們去解析 Result 這個Oxy Hemoglobin 跟Dioxy Hemoglobin 那麼重要 它能不能提供 相較於 Bolt的訊號 額外的資訊 這是一個 當然它有很多不同的應用 當然我們可以做 Bilateral 就是同樣一個病患 讓它右手動 讓它左手動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同樣的一個受視者 這個是左側的Sensory Motor Cortex 這是右側的Sensory Motor Cortex 你讓它右手動的時候 做Arm-Leafening的時候 左側的活化就很明顯 當你讓它做左側 左側的Arm-Leafening的時候 它其實是在對側的活化比較明顯 會有一個不同的排檔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去比較 不同的運動 它會有一個所謂 Lateralization 就是策劃的一個現象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簡單的Test 你可以應用在 比如說 治療之前跟治療之後 就是復健之前 復健之後 這個放置支架之前 跟放置支架之後 其實它有一些不同的 一個clinical implication Imagine 我們剛剛說 除了Waveform之外 其實AF-Nears 也可以進入到 所謂Imagine的Label 那Imagine 有類似像 我們稱作 Topography 或者有時候 我們在依據上 我們稱作TopoPlot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Topography 概念就是 其實我是在表面上 去呈現一個像 TOP圖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 我在表面上去 去繪製可能 Benease 就是在它之下的 一個Cortex 它的一個斜氧 分佈情況 因為我們今天看的是 Benease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看的是 依據了Topography 它看的就是一個 Potential的一個變化 就是Electric的一個 Potential變化 電位的一個變化 好 所以舉個例子來說 今天一個受視者 如果我們先鎖定它的一個 左側的 這個Protential region 就是我們說 Sensory motor region的話 它在休息狀態下 你看到它的這個 反應就是 紅色當然就是指 越Ectivation 或是這個 Oxyhymogobin level 越高 藍色就是指越低 所以在Resting的時候 其實它大概是維持在一個 比較穩定的 就是一個 不怎麼紅花的一個狀態 當然這個是一個相對值 就是所謂誰高誰低 它是一個相對值的一個感應 那你在這個 開始做這個 右手運動的時候 你看到它對側的 Sensory motor cortex 靠近前側的地方 就會有一個 我們剛剛說的 一個很明顯的 Oxyhymogobin上升 但是在後面一點 Sensory 或是說Polital 它其實是一個下降的現象 所以這個是我們說 它會出現一個 Event在這種Map上 你可以很明確看到 這個Motor Activation 所induce的一個 比較偏向下端 因為我們說上面是比較 腳的部分 下面是比較 Hymogobin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的Motor Activation 長在這個位置上 就是一個 Topographic的一個例子 然後當然 你可以去看雙側 Bilateral 一個Sensory motor 但是你要看雙側 你就必須把你的這個 Source跟Deletelector 就是你的這個 照點 給 一分為二 所以它變成是 兩邊能看的區 就比這個稍微小一點 這個是我們把全部都壓在 同一區上 所以它看的範圍比較大 但是這個是我們把這個 Source跟Deletelector 分成兩範看 所以它是一個 兩個區都比較小 但是我們鎖定在 比較靠前側的Motor Coat上 那你看到說 在Racing的時候 一樣兩側大概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但是你在做這個 右側 右側Fingertapping的時候 你會看到左側 就是對側這個 活化 是比較強的 但是在同側 也有 但是沒有像對側那麼強 所以這也符合我們 一般在這個運動上的一個認知 這些都只是簡單一些 Dentration告訴你說 其實 Somehow 你一些 很直觀的一些concept 或一些很直觀的一些experiment 其實你都可以用F-Nex來做一個呈現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 除了Tomogality表面的呈現之外 也有所謂的Tomogality斷層影像 就是所謂斷層影像 就是你可以做一個切片影像 你可以一層一層去看它到底是落在 哪一個切片上的哪一個Codex的位置 那這個就有點類似我們前面兩頁所看到這個 這樣的一個影像 只是這邊是用一個漸層圖來做表示 我們一樣是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對側的一個活化 對側的一個運動 它這個是左右顛倒 所以 實際上它可以看的是左邊的這個Motor Cortex的區域 只是我們現在看到它在右側 它是一個左右Flip 但你一樣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在整個運動活化過程中 從頭最上面這個切片 你一直一路往下切 從最上面一路一直往下切 你所看到 大概在比較偏中間下面這個位置上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 一樣很類似剛剛那個Pattern 就是有一個前側活化 後側下降的一個現象 OK 那當然 你要做到Tomo Graphy somehow 需要比較防守的一些 這個Technics 因為 你必須去還原出這個光子 在行進穿前的過程中 它經過這些Codex的任何一個點 它可能的一個Oxygenation的變化量 所以它需要一個Model 需要我們稱作一個 所謂Diffusion Propagation的一個Model 這個Model 它也不是這個所謂的 唯一解 它其實也是一個 幾率解 就是我們說數值解 它是一個 我gas出來 我認為最有可能的一個解 那這個東西 對於各位來說 可能會有一點 困難 會有一點太過困難 但是各位 有時候在看文章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這種 所謂Tomo Graphy 各位先有個概念就好 那如果真的要去做到這個Tomo Graphy 有軟體可以做 那它也必須要扯到 像這個移住 我們剛才講的FEM 就是Final Elements 你必須要先去把 這個Cortes的一個分布 或這個Soft Issue的一些性質 先做一些假設 在每一個Local Elements 去做一些數值上的假設 才有辦法去推算 在Local這個每一個Fertix 或是我們說的每一個點位上 它的一個Oxidimation 都在不清楚 所以這個是稍微難演 那是各位上方要知道的 這樣的東西 這應該倒數第二章還是第三章 快結束了 所以我們在整個學期的 後半段 這個文獻Review之前 我們會進入到這個分析的部分 那張圖各位修課都看過 就是上個學期他們都看過 我們上個學期只是很簡單 就是把基本訊號分析的流程 走過一次就是 管他訊號好還不好 就是 做Optical Density的轉換 做Concentration的計算 然後就做綠波 做Block Average 我們上個學期也這麼做 那當然如果你今天這個 拿到訊號是 剛好沒有那些 Olefect或Noise的影響 你當然可以去解析出 很漂亮這個Block Design的曲線來 但是 事以願為 百分之八九十的訊號都有 Motion Olefect 都有一些你不希望 進來的一些 Sennials Noise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後端 需要一些比較 Advanced的一些 Motion Correction的 一些technique 那這些technique 其實也是在近幾年 才陸陸續續被提出來 陸陸續續被拿來做比較 比如說這兩篇文章 一篇是2012年 一篇是2014年的 這個Neural Image 的一個文章 他們才會去 compare 非常多不同的 一個 這個所謂 Motion Artifact Correction 這種technique 他們之間的一個 差別 誰好 誰壞 哪一些technique 應該用在什麼樣的情況 哪一些technique 其實是不適用於 某些情況 這是它的一個 comparison文章 通常要做到的一件事 就是最後給你一個 Subjection I suggest 就是Eventual 你可能一般 就是用哪一種 Motion Correction的技術 可以幫你 remove 百分之八九十的 或是幫你重現出 百分之八九十的 一個accus 類似這樣的一個概念 這也是我們在之後 真的進入到 分析的時候 我們在 detail的去勾出一次 所謂它的原理是什麼 它deal with 什麼樣的problem 以及它怎麼解決 當然也會帶各位做過一次 所以舉個簡單例子來說 你看 這邊 條列一堆 你根本看都沒看過的詞 這個顏色是沒有 校正過所算出來的 沒有做Motion Correction 所算出來的HBO 但是 這邊就條列了 總共有 1234567 7種不同的分析方式 有Wakelet 有PCA 有Spine 我們說Interpellation 有這麼多不同的方式 你都能夠去 計算出不同的訊號 都會有不同的訊號 你甚至會發現 其實很多訊號 已經背離了 原本 我們沒有做這個Correction的訊號 那到底誰是真的 誰是假的 一般都要透過一些 simulation 就是我們用低巨頭的方式 去generate一些真實的訊號 故意給它一些notes 之後 我用這些方式 去reconstruct出 哪一些解釋跟握索 當初 simulate出來的訊號 是最為接近的 那我們就可以cast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maybe 這樣的一個Motion Correction 所以 這個圖 大家不用細節去看 只要知道 在數值分析上 always 你用不同的分析方式 都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但是 誰優 誰列 always 是我們最傷腦性的問題 在很多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也always 沒有一個true的答案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 找出 最能夠讓你合理解釋的訊號 通常是我們在做方法 我們用style以上 目前現行最practical 我們說是 它最實際的一種寫法 就是我們最後只要 能夠解釋它 它符合我們一般 對於靜寒暗光 或是血氧訊號 變化一些認知 那我可能在心理上 就會認為它是一個 optimal的一個solution 但是 撒命文章的時候 review always 會creditize你說 你用這個真正最好了嗎 那你就要開始去sit 很多不同的文章 告訴你說 它maybe是最好的 或是at least在這樣的 circumstance 它可能是一個 最optimal的一個solution 好 所以我們很快的gold through了一次 我們其實在這整個學期裡面 會 從頭到尾 deal with的一些問題 或是我們之後會 細節去 介紹一些東西 那 會有點繁雜 但是至少各位聽過 今天這個 一個多小時的解釋之後 應該要稍微概念 當然我們這整個學期裡面 會 碰到哪一些東西 那 如果你剛好是實驗需要的人 你就是 對你來說大概加分 那如果說 有幾位同學 它根本 可能根本不會做的 你就當作是一種 額外訓話的學習 這樣 沒有問題嗎 那不要忘記我剛剛說的 那個要調課的時間 還好就是那個 分析的那幾週啊 一定要帶筆電來 那除此之外 其他都是lecture的課 所以各位就 自己學進一遍 好 沒有問題 我們就下課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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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